好几天没说宝宝的旗门八正了 因为绿区的节奏实在是太慢了 就一直在自己的花园里挖呀挖的 挖了一个礼拜才在宜都看见了对手 抢了几天的周府怡灵 今天就来说说交战双方队伍的情况 上个赛季同关之战 宝宝首发了低红马超阵容 结果发现所在的绿区 清一水的关关张 虎城宫群宫 所谓的版本之子 那叫一个没地位 这个赛季依然回到了兼顾重地的同王腔 谁知一个赛季过去了 不仅航母区 甚至绿区都成了马超的天下 时间关系 唐虎龙每天上线只能打个三四场 主力一队快到47级 战功30多万 贡献排名40家 赛区贡献榜一的喵喵就在对面 一只满红黄马枪 眼瞅着就满极了 宝宝爬了爬他的城头 巴了巴了今天全欧他的战报 小伙伴们死伤无数 喵喵吃的那叫一个嗨呀 所以这个赛季 SP马超阵容依然是天之骄子 唐虎龙首发黄浦枪 二队老周瑜神火弓 三四队还是碰瓷流 地狱弓和无奇 两队主力打打多穿 跟对面也算打得有来有回 对手出现最多的阵容 还是围绕着SP马超 SP关羽 老周瑜 群弓 等风雄等等 既能打马超 也能打群弓的核弹章表现也非常突出 但是唐虎龙印象最深的 还是那个让宝宝连败两场的温侯宫 不得不说平民黑科技还是充满了惊喜 不管最终暂局如何 双方打得开心就好 别忘记私聊投稿哦 我们下期见